蔡英文还得编出一个版本说 如果今天赖清德下来 他是反而对民进党最有贡献的人 这个他指的是蔡英文自己 你来到《崇敬坦白》 我是欧崇敬 我们看到赖清德似乎已经笃定 他自己就是民进党唯一 而且绝对唯一的参选人 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告诉大家 蔡英文跟赖清德 他们两个事实上是有血海深仇的 而且结了两子还不只是一次 是许多次 如果蔡英文真的让赖清德选上了 我们曾经在其他的主题里面 给大家报告过 那就如同于蔡英文自己 是坐上了电椅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只要让赖清德上去 那蔡英文就死定了 现在的问题是 那蔡英文有办法让赖清德下台吗 我们这样讲 赖清德要不要下台 其实还真的跟民进党 争招了他与否 没有必然的关系 大家说这不是党机器里面的决议吧 如果党机器既然已经决议了 不就要让他上台了吗 怎么还可以把他给拉下来呢 但是请大家注意啊 如果赖清德一旦被公布出来 他自己原来就是不断被判民进党的人 那请问又该如何呢 或者是被公布出来 他是不断的残害自己同党同志的人 那请问他又该如何呢 那如果他被公布出来 是不断的贪污 而且拿了好多的钱 藏在美国 还有许多的所谓藏钱的国外 那又该如何呢 而这些故事 怎么样才让大家觉得说服力最够 怎么样才让大家觉得公开来以后 就是那么的自自然然 不是被陷害的 而就是你赖清德个人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个剧本该怎么写 也就是说我跟大家报告的是 赖清德他要被拉下来剧本当然有 只是怎么阅读让观众觉得省心省力又省事 而且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如此的该死 该下台 所以我说啊 不是没有办法让赖清德下台 是剧本还在路上 那为什么不剧本早点定呢 理由是台湾的观众啊 嘴太刁了 因为长期以来看了30年以上的选举 这30年以上的选举看久了之后 大家已经头昏脑胀 而且随时都很容易去刺穿编剧人的心理 现在呢 你总要给大家稍微有点耳目一新 让大家觉得 哦 原来赖清德下来是真的他死有余辜 而且不是蔡英文故意蓄害他 蔡英文还得编出一个版本说 如果今天啊赖清德下来 他是反而对民进党最有贡献的人 这个他指的是蔡英文自己 如果他不让赖清德下来 才是对整个民进党有害的 因为啊 赖清德这些事 其实连国民党里头的马英九啦 金普冲啦 侯友宜啊 都是晓德的 既然晓德那当然也可以把整个事情放在登记参选之后 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到十一月二十四 一登记完以后那大家就变成候选人了 那个时候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五开始 只要国民党把牌一亮 赖清德只能选择退出政坛 请大家听清楚 所以只要把牌一亮 赖清德就只能选择退出政坛 这时候的赖清德啊 还有什么神机妙算 还有什么特殊法宝吗 不会有的 那时候民进党啊 就只能举白旗啦 而此时此刻 还拿那机处理的时候 当然蔡英文应该要协助民党来完成这个 自己把内奸给扫掉 或者把背叛者给扫掉的动作 于是这个故事就必须要包含这个部分 让蔡英文被大家感觉到是一个民进党的恩人 而不是一个专门搞斗争 让大家受不了的一个重视之地 所以蔡英文 他的剧本还在继续的修订 而且协助他的媒体人 大家早也知道 也就是那几个周刊和那几个传媒的真的领导 那些人啊 已经常年的与赖清德有仇 也常年的与蔡英文 可以配合的天衣无风 他们到时候要出手 我们且拭目以待 感谢你的收看